过年了 过年了 家里新买了一个冰柜 就等着一次大采购了 超市人居多 来个中都大礼包 送亲戚朋友可以的 哇 黄桃罐头有过了 来一罐 保鲜膜 锡子 飞一点 莲子 核桃 百合 这种做糖水的低味材料 干贝 煲汤 一滚 黄酒 蓝香 发生要做点过年的饮食 糯米做吃饭很好吃 炸粮要飞一点 刚我家里面盐了 蒜和酱多满一些 胡萝卜 烧个牛肉 猪菜丁 焗饭什么的 超好用 鲍鱼好新鲜啊 回去做个鲍鱼红酥肉 虾滑满一点 扇贝和筋口来一盒 冬天的冷冻下 鲜香还好吃 带鱼准备做冰冰糖味道的 饭到了肉食堂里的区域 牛腱子做酱牛肉 想着都流口水 牛排 牛板腱 这些是必囤的 肥牛片算个火锅 五花肉做法很多 猪脚还不错 做个香辣味道 排骨回去分装一下 鸡买两只差不多都吃了 鸡腿鸡翅属于必备的肉类 看看还缺了啥 买点鲜花吧 过年的气氛不就有了吗 对联是必备品 红红火火的 牛肉干 坚果类的 零食来一点 好了 三母进货大功告成 回家漏 到家开始整理 红酒直接做菜 你可以自制料酒 他买的香多了 防洋分装一下 干货坚果类的分成小盒 用起来方便 牛排封装起来 大块牛肉切成粒粒冻起来 肥牛分成小盒冻起来 不然会连到一块 五花肉切一切 装成一顿的量冻起来 排骨切好大小余一下 免得做菜出来大大小小不好看 鲍鱼买的比较多 清理干净划个刀 下次解冻直接做着吃 下一包的分量刚刚好不用处理 扇贝装在小格子里面 蔬菜丁增成一次的量 食材分装一次花一些时间 但节约了每顿饭的时间 而且还保证出品的颜值 非常的划算 分享给大家 我后面还会分享 更多的处理基础食材的方法心得 预祝大家过个肥年 吉祥无益 五十平里程 吃好一点 吃美一点 好